这代人挺特殊的 你很小的时候卷入到那种很大的社会动荡里面 然后到了青年时期中年时期 突然有一次巨大的社会机会 算时代的某种特征 应该说是吧 我觉得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自己的经验 是跟他们不同的 而且它会变成一个很持久的力量 它是这样 你比如说我觉得当时和很多 80年代创业的人都不一样 那是什么傻子瓜子 马胜利 你会发现文化程度都不高的 尽管我的文化程度也不高 工业学员 自事来讲 我还是特别好学习 特别的追求 就是我到深圳是周岁32岁 学岁33岁 当过兵 当过工人 当过工程师 当过外贸干部 已经经历非常非常丰富 所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 我为什么要到深圳 其中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刚才讲了 我对自己有自卑 但你真正的 就你的阻力并不是这样 因为你个不高 你体育超不过别人 很多你的原因不是这样 最大阻力你会发现 你在当兵 这个军队来讲 是一个完全不给你个性来发挥的地方 学习气口 对的 这种意志根性辞职是在军队 你在工厂 你在机关 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我为什么要决定要离开 我如果就是在这机关村下去 我这一辈子是个什么样子 甚至追到会是怎么开 我都清清楚了 都想到是吧 对 是不是想到我的导词是怎么给 都想到清清楚了 我还带下去干嘛 怎么给你当时想到 那你现在怎么给 该怎么给怎么给 你说你不是 你复决级了吗 什么那怎么给 标准的复决级导词 对不对 标准的复决级导词 当然会不错 但是一定很乏味的 是吧 而且哀悦你都知道 你非常不愿意的 但是也是这样来讲的 是吧 你这都想好了 你说我还在带着干嘛 所以我一定 有这个就会去闯一闯 第一年到深圳去 带着民工扛八蛋吧 那民工不理解 你看我这城里边 干得那么欢 也不像个犯错误的人 就说你凭什么 跟我们干这活啊 这我心里都就是 艳阙艳之洪湖之至 八三年 但是想做什么 不知道 刚才你说等于是中国经验 自我经验 您这一代做企业的人 其实都是一开始 在一个模仿学习的过程 在一方面学习过程中 你会觉得有一种 跟他们不同的 跟日本也不同 跟美国也不同 那本人还没把自己 确定当商人了 开始自己重新思考 自己是商人来讲 和工业发达国家的这些 资产阶革命过来的这些 商人的有不可比信 曾经一读到高研的 红顶商人 对霍雪原敬佩的五体徒弟 但是你再读一些 西方的这些 关于管理的书 你才发现霍雪原 加上你要摒弃的 什么时候意识到 霍雪原这种方式不行的 应该九十年代初 那时候已经是意识 非常非常清楚 中国人我们就是不信什么 就信人 就是强者 原始森林 就是因为大家物种竞争 都在竞争阳光 水分 直升往上升的 在上面的散盖时代的覆盖 其实结果来讲 这种物种 把其他物种全脚上 包括他们的后代 包括他们的后代 你后代也成长起来 因为你很很强 你就一直后面 这毫无疑问的 比如说我们来讲 30年前除了苹果 还有一个王安电脑 结果来讲 苹果电脑 现在成了结果是第一品牌 王安电脑 早就没了 就因为王安之后的儿子结伴 就中国的传统这样 太强来讲是不能延续的 当然我是个中国人 中国文化 我觉得这是非常沉重的一个命题 我希望我打造到万科 不是这样 你做着企业 你一定不要让这些年轻人 再走我的老路 再这样委屈自己 在这熬 一定给他们一个机会 实际上这些很多来讲 就是受读这种迪更斯的 大卫科博菲尔 就人本主义最基本的一些 对人性的一个基本要求 一个追求平等 年轻人要给他们机会 对于万科来讲 我这是非常清醒的 应该50岁 测绩组织的职务 就开始选择去登山 就有意识和公司 就强迫自己 至于苏黎开始做什么 那是另外一个 就是中生都有这种 强者的情节 是你塑造你性格重要的 当然是 那毫无疑问 所以你说你多矛盾 行为是要压抑这个东西的 对人是考验挺大的 毫无疑问 原来的追求当中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还是各方面的野心的 典型的 放大的自我 超我 就是为了自己的野心 你会发现很多 形成的一种 关系来讲 都没法弥补 取个简单例子 现在来看的都是挺羞愧的 七大洲登完之后 就徒步传越南北极 其中就有一个女队员 还有一个男队员 是拖累 是弱者 因为我那时候要完成7加2 其中那个男队员我就 就把他排斥掉了 但这个女队员人家很有个性 你不介绍我 我自己组队 甚至把我这个队里的一个队员也拉过去 那个队也顺利完成了传越南极 我这个队也顺利完成 但之后就接下了梁子 这个之后 当时我都表现出一种受害者的这种姿态 怎么意识到的后来 刚才说这事是发生在2005年 等我意识到的是10年之后 我华塞鼎发了12年了 8人停 我也不跟他们合恋 到时候去了 把老板来参加我们队伍 我说给我留个位子 但真的到剑桥 这就是人家剑桥的体育的招牌 你和人家比年龄经验各方面 你都不是别人吗 突然发现你进入这个团队 人家让你很舒服 因为你那是个弱者 你会发现人家不把你当作弱者 罚塞鼎精神来讲 本人就是大家要齐心协力 你太强了 它不单不可能是增加动力 它会划片子 因为这八足从 就是你这个特别有力 那结果来讲 变形了 对 所以你只有你太强 你要照顾别人去 而那个相对比较弱的 它进自己的力量怎么样 和你协塞上去 你突然发现 这种典型的 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协作 更多来讲是整个整体 没有个人影响主义 在这里融入的当中 我再体会到了 我整个划了十二年载艇 我整个是个混蛋 发现过程中应该是 很多懊恼 很多那种自我反省 它是个渐进过程 当你能意识到来讲 应该是倒过来的 你一笑觉得 你这个境界全变了 你觉得是怎么说 因为你也不知道 是因为你去了哈佛 剑桥之后的变化 还是你不去也会变化 可能是年龄的经历 你不知道 刚才你说 在哈佛有点是做作业的一段时间 压力最大的时候 你快说快崩溃了 每天做到半夜 然后一天一天都20小时在熬 熬的简直是觉得 就是明天都熬不过去了 如果事后总结来讲 觉得那真是如入炼狱 怎么邓珠峰在 怎么南邓弄上 我从来没说什么炼狱 什么炼狱 但真正的感到煎熬熬不下去 是在哈佛 那两年半对你 除了自我认识的改变 对你的知识上的改变 你觉得大吗 知识结构上的改变 两个方面 一个来讲就是系统的逻辑训练 因为当然我不是专门来系统逻辑训练 就是他上的 我选的很选的本格生的课 就是你像曼昆的基础经济学院 像桑德尔的论正义 对你的思维逻辑是非常好处 在另一方面 就你比如说对西方宗教的一个认识 你比如说原来很多就纠缠一个 他们怎么会信 真的是有一个绝对全文的上帝存在 古人是这样 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到现在这么的高科技的发展 到现在对认识的世界 他们难道还是那样认识的吗 你的疑问点是在这里 所以你也带着一个疑问点 想了解他们思想认识 很快就和教授的两三堂课 就意识到了更多是绝对全文下的大家 每个人没有权威的 说再也才有个平等思想 说才有大家是一致性的 你更多理解的是背后的 几乎每个礼拜 你都会感到 趴着一闪亮 就开这个窗户 哎呀就那种被照亮被启蒙 对对被启蒙那种感觉 如果没有这个你说我 大点撑不下去了 我的苦鼻熬 我熬什么呢是吧 说我在熬什么呢是吧 因为以前的焦虑和不自在太早 太多的建议在某种成就也好 某种扩张也好 征服也好这种东西上是吧 原来的追求当中 你当然为了把企业做大 你曾经有一段支持你的目标 大是个结果 你不能把大当目标 大当的目标 他一定结果很糟糕 因为你为了大 你会不择手段 你为了大 你会来把叶苗助长 我们长期的保着第一位 第二位第三位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实际这几年的万科 已经从第一变到第二 第二现在变到第三 不要怕被我们被同行超过了 但实际上万科有个魔咒 这么多年 一般来讲超过万科的 很快就不行了 感到很快就不行了 因为万科已经很大 他要超过万科 他一定要变形的 会失控 你不能他失控 你跟着失控 这个道理很简单 那你觉得你现在扩张的动力 跟以前比是更强了 还是说 还是 它是不同维度 再换个维度 你比如说比尔盖茨 微软 成了首富 他现在突然说是 把他的钱全捐出来了 你说他是停止扩张了吗 另一种 找个另一个维度 再另外一个维度 就是我不是赚多少钱 因为他更接受人的内心 他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这是解释方式不同而已 那对你来说呢 我觉得要从解释 进化心理学上来讲 那是一样的 较量 你灯珠峰是一种较量 学知识学文化也是一个较量 但是你说华赛点 不是也是另外一种较量 或者说 其实扩张和政府本身 真的 它只是很短暂的 给人带来满足感 不能带来一种 充分的一种支撑 是不是 如果停止政府 停止扩张 你就觉得很焦虑了 当然 你缺少这种扩张 这种动力的时候 我觉得 生命也是应该结束的时候 你可以接受完全自我的吗 就是说过一个充分的自我实现的人生 就这种自我不太依赖外界 就依赖我自己内心的感受 我对知识的兴趣 我对各种经验的兴趣 我跟我很亲密的人的关系的兴趣 就是放弃更广阔的这些人群 你可以这么自足吗 你觉得 应该是到现在我做不到 很难还是是吧 这个不是很难来讲 我觉得我 做不到 我还没想到那样去做 我还没想到那样去做 你羡慕那些充分自足的人吗 还有一个很小的世界 一平方米的桌子 它不太依赖外界对你的感觉 会不会 它这个我应该说是达不到那种状态 还不知道境界或者什么来讲 那个状态来讲 它需要 它有它那种技能的 我没有那种技能 这种技能跟好的时候 跟自除 它不是 它你的所谓的技能来讲 还是这样 就是你有资格那样去做 你比如说 我可以出思想 我的文字又有一定的文字能力 那没问题 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那我相信 我的思想东西 这个世界是有用的 既然没有用 我也不会后悔 我没有那种能力 万科规划第三个十年的时候 CFO他们提出了一个 就是预计 未来十年之后 一千亿 这就是公司的规模 可以在九十亿 这要规划十年之后 一千亿 我再看 我说夸张也不能这样夸张 对不对 我说怎么 二十年才到了九十个亿 这么十年之后就一千亿 我说你怎么算出来的 我说你不能这样的大跃进的 不能再让成倍的增长 他说不是成倍增长 他说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 过去经验来讲 就平均的增长 百分之三十五 二十年之后 九十个亿 那么十年之后就一千亿 我说我们现在资账 我们不可能一直百分之三十五 他说不是按照百分之三十五 我说百分之三十也高 他说不是按照百分之三十五 我说那你们按多少 都按百分之二十五 我说吹牛 实际结果是多少呢 实际结果是两千亿 七年就完成了 十年之后两千亿 给我震忠 我说这是可以做到的 这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持续增长 你不要增长很高 持续增长的可胖 就是这样 不到一百亿 持续增长25% 就是千亿 十年 两千亿 两千亿 它就是快速增长 那快速增长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快速增长如何保持质量 也就是 所以中国的房地产的发展来讲 说有先天不足 就是太过重于依赖香港的贸市 而香港贸市来讲 更多的就是依靠土地 我们看到了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土地财政 这样就带来了相当于点时间 反正谁能拿到土地 谁能赚钱 你这种拿到土地 非常扭曲了 非常扭曲的 你这种谨慎是怎么形成的 他不叫紧任 挖坑就赚钱那种诱惑很大 你要保持这种平衡感 这样说吧 性格中的一部分 他是这样说 实际上我这个人挺瓦大哈的 我是挺瓦大哈的 不是属于那种很细致的人 我说为什么超过250%我不做呢 因为我做过超过200%超过300%500%的 这率我都做过 就当时搬买录像机 我做过 而且很得意 你看我一下赚这么多钱 你看我把握来讲 我投机过 但正因为你这个率运这么高 大家都来做 这不是你特许经营 只有你来做 大家都可以来做 他可以说200%的率运就从200%降 迅速缩减 现在50% 40% 20% 10% 5% 你才发现你培养这个团队 做200%率运的团队 利润降到20%以下 他根本不会做 我是83年到深圳 84年成立万科 到了92年 我算了个账 我就做这个录像机 是池子 最终专门是赔 最后来讲 赔的 就是你把赚的钱全砸进去了 全砸进 就是全砸进了 还不够 就是你一直有一个道理 这个市场是很公平的 你怎么偷偷赚的钱 都还回去 你得还回去 所以我不认为我很聪明 但至少我是聪明人 什么叫聪明人 就是同样的错 这是翻译词 后来不是之后又开始炒股票什么的 我都没被诱惑 这是我1992年我说的超过利润25%不做 是那种情况说下来的 并不是我有现前职门 并不是我有崇高的一个理念 并不是我受了严格的经济学的训练 不是的 现实的经验带来 现实的教训他哪是经验啊 最后就是池子 就是这样 再一个模式来讲就是搞 搞的如何来和环保生态结合起来 就等于你总共对未来有一个判断 有一个赌博 刚才讲了说 你要搞规模要保证质量 你必须搞住在这一户 你才能保证质量 第二个 如果未来这个世界是讲环保讲生态 你到那时候不讲 世界讲了你来不及的 并不是我特别特别这个纯洁 我就要搞这个 有现实考虑 现实考虑 说你来不及的 所谓搞律的搞环保 不但有那个责任 你还在增加成本 这时候利润比较好 你增加成本是比较容易的 你将来竞争比较厉害 你的成本 你在增加来讲 你很难的 挖坑就能赚钱 你还搞什么滤箭是吧 什么滤箭 那我想 那这个就是一个 你照眼未来和照眼现在这个区域 昨天你说过 你说你一开始是个勉强的一个地产商嘛 错商人 对 然后你90年代初初你意识到就是建筑 包括这个造房子 它跟实在的精神状况 特别密切的相关 对 我觉得我比如好奇 未来人怎么看 比如过去二三十年 我们建了那么多新房子 开展这么多东西 它怎么能传递我们实在的精神状况 怎么描述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它建成这样 我们理解他们是这么一个状态 或者我们看到过去的庙宇 看到过去的这种四合院 或者是那种苏州园林 你感觉到是中国那种精神状况 如果有一天 我们开始稍微远距离的看一下 现在的中国 它就是一群面目相似的表现 可以怎么觉得 好我明白了 我们现在总有一个困惑 说我们现在是千变于律 对吧 对 什么字一样 那实际上你 你到一个城市来讲 你会发现不同的 这个层次感 层次感 但实际在当时来讲 也是千变于律 直播现在留下来 你会看发现一样不一样 对 他们当然也很讨厌 维多利晒的红砖墙 就很烦 都一样 所以你觉得不是什么太 实际上就是千变于律 这个不用担心 因为历史来讲 它保留不下来 它一定会淘汰 这个并不是中国人的 特性 特性 但第二个呢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看啊 中国呢 到上个时期最大剧变就是革命 那接上我们就建立新中国 你看我们又来 学习的是苏联 简单来讲 就是说这个是 就是我们和西方的这样一个文明进程的断调 改革开放再重新这样开始 到现在呢 你一定要创新又要同志 你必须要和本国的文化形式结合起来 我觉得我说不喜欢中国传统 我觉得它是个拖累 但真正当时就别想你才发现 你喜欢不喜欢一回事 你了解不了是另外一回事 你不了解 你怎么来进行比较呢 其实之前的历程是想逃离中国的 是这样 是吧 是这样 到现在你的发现来讲 是你不能回避的 你必须去面对 那你发现它的每个一万吗 那当然是吧 嗯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吧 那你就是又回到春秋战国 你突然发现哎呀 你对墨子简直喜欢的不得了 这么迷人啊 现在来讲呢 就是他们是最符合科学原理 科学原理和狭义精神都这么显著 是啊 那当然是啊 更合得创新精神 说现在我们就缺这个东西了 还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有啊 嗯 你这个以前来讲就是把它完全 你会发现年轻人呢 不仅仅是在像西方的模仿 而且有自己创新的东西 而且非常明显感到 他的很多这些创新这些做法来讲 突然你一看到 嗯 就完全另外一个世界啊 嗯 那个超女选秀 嗯 那我一看 就一发不可收拾 哎呦 追看 是吗 哎呦 那个对我冲击大了 真的啊 说说说看看 说为什么追看呢 是吧 你会发现 我说这个竞争啊 之间这个关系啊 这个因为我想这竞争 我们 32岁到了深圳之后 这么多年来 就是这个竞争这个成长起来的 真是那么惊心动魄 是吧 嗯 就没想到怎么这唱歌 这种 这种PK方法 是吧 就是你比如说 12个人 是吧 完了唱完了笔下来 就往那一站 就敢宣布 那两个叫PK掉他们 嗯 是吧 谁被PK掉了 就把他写好的往里拿出来 就念 流着眼泪 哇哇流着他妈的念啊 这么直接 哎呦 我他妈的受不了啊 我就想着如果是什么 或者是我的女儿站那里会怎么样 嗯 我真他妈我想着这个他妈的父母 他哪受得了这个 更怪他本人 哎 我突然才发现 哎呦 我说这他妈80后 这是独生子女 嗯 比我们强啊 啊 他们商品社会 就看广告 就是吃着麦当劳 嗯 成长起来的 哎呦 和我们真的观点是不一样啊 嗯 对我刺激特别疼 再一个你感到是 实际上我在 这个08年度过我那个 危机 在危机的时候 就开始对80后的重新 也是 重新来 对他们解读 嗯 去年的万宝之争 嗯 最不确定的时候 嗯 你是不是那是你的至暗时刻 嗯 我说那不是我的至暗时刻 嗯 我至暗时08年的时候 嗯 那我觉得人生历练上 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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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折吧 我回到08年我还好奇 因为你当时说那个事情 我 你现在真的后悔那个决定吗 经历来讲呢 嗯 那是弥足珍贵 那是60还是80 他一定来讲 你董事长怎么能这样说呢 嗯 很明显感觉他们的眼光的一身一种困惑 嗯 一种委屈 嗯 嗯 这行上 你不应该那样说 嗯 嗯 发生没两天 嗯 马云也说过类似的话 我还说十块钱 马云说是一块钱 但是意思是一样 要就是说 嗯 不要当着负担 嗯 不要秉承多少 那 肯定那个运动 哗就转到他身上去 嗯 但人家三下五七二 处理之后 又转到我们身上来 嗯 换句话来讲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问题 嗯 紧急公安处理呢 应该说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的 但是没有采取 嗯 不但没有采取来讲说我没有错 嗯 我 哎我为什么认错 嗯 作为一个内心的 英雄主义情节的人 很强的人 嗯 你害怕那种个人跟整个时代的 完全相逆吗 因为我们受的所有的教育里面 你很多个人英雄主义是跟时代潮流是相逆的 对 那种孤立的嘛 嗯 因为他当时孤立的后来成为了某种被铭记的人 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嗯 说这很有 对我来讲呢是一种 第一感到非常非常孤独 嗯 第二讲呢是挺挺悲愤的 嗯 第一个孤独来讲 所谓刚才讲的谈到80后 嗯 你自认为他们 同代人和他们 你自以为要理解他们 我自以为已经理解他们了 但是被他们骂 嗯 这点 我不感到突然 嗯 那点头来讲是 是 你对互联网的这种特征 嗯 不习惯 不习惯的一面 不习惯的一面 刚才感到悲愤的是什么呢 你也知道 那是已经到了 砸这个麦德龙 嗯 不习惯 聚持麦当劳 嗯 也就是说 真正愤怒 转移到万个专理身上来讲呢 你可能是下一个牺牲体 嗯 当时已经有人劝我 你是不是避一避 你是不是避一避 嗯 我是准备 我宁肯被亂肯打死 我也不会避 嗯 但是这种事情呢 是 让我重新的认识自己 重新认识了在这社会当中 我有个位置 嗯 现在社会当中 大家 是一个什么思想状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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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